另外這個狀況也很嚇人 團購肉品 結果發現這個肉已經過期十年了 台中的民眾上網去團購紅燒蹄旁 煮完戲之後 他的朋友就跟他說 這個肉好像酸酸的 仔細查看才發現 這個肉品上面的標籤 竟然是102年製造 也就是它已經是過期十年的肉了 而揭發這起案件的 台灣民眾黨議員江和樹就說 他們團隊人員去拿沒有拆封的肉品時 就發現這個肉品製造的時間 甚至是在公司設立登記之前 呼籲食安書要稽查 那到底是印刷錯誤 還是真的是在賣過期肉 法則是不太一樣的 是否已經展開調查 眼前這一包包冷凍蹄旁 就是民眾上網買到的過期肉品 八百公克賣三百五十元 仔細看上面的製造日期 是民國一百零二年 保存期限是一年 早就過期十年了 氣得像市議員投訴 民眾日前上網參加團購買了三十幾包冷凍蹄旁 煮來吃發現味道特別的酸 看了包裝才知道 過期十年的肉進了已經吃下肚 還好民眾發現不對勁 馬上就不吃了 沒有引起身體不適 記者找到這家工廠 業者強調日期打錯了 不是真的過期 食品安全人人關心 衛生局將於當事人確認購買取貨等相關細節 針對團購組的營業狀況展開調查 如查獲與其食品 將依違反實安法第十五條規定 儲新台幣六萬元以上兩億元以下的罰還 法治局表示消費者如果身體健康或財務遭受損害 可以減負市政依法向業者請求賠償 師傅也會介入協調 華視新聞您見分吳一哲 徐玉文台中報導